接下來說明這個我們做這個交通衝擊的評估分析 那第一個就是剛才有提到就是未來這個捷運的這個東沿段R03站會延伸到這個基地內 那這個部分其實它的都市計畫案已經通過專案小組已經進到大會了 那相關的一些聯合開發的地主的整合也相對比較有共識 那如果以這個騎乘之下預計大概是108年左右完工 那完工又以現在這個我們捷運大眾運輸系統可以大量輸載這個乘客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有助於我們福德地區來舒緩這個汽車的使用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有評估這個停車的部分 那一過去的這個公營住宅的話 它的實際需求大概只占這個法庭的大概六成 所以其餘的另外四成我們其實可以提供來滿足目前地區它的一個需求 那經過我們試算以後未來可以提供給地區大概是兩百六十幾位的這個小汽車 然後四百六十幾位的機車格 這個部分也大於目前的路面停車大概汽車是八十幾位 然後機車大概兩百多位的這個水準 那另外在這個道路服務水準的部分 因為未來在基地的這個區內會開P條11公尺的計畫道路 以及在九十五年的時候其實在這個西側的道路有拓寬四公尺 以及配合檢討這個路面停車格的移設到這個地下停車場 應該可以維持未來這個周邊道路在西級的這個服務水準 那在公共服務設施的檢討方面的話 目前我們這個基地是位在這個新義區的大人裡面 那總人口數是大概四千多位 那我們目前有規劃公園的部分是一點六公頃 那如果這個未來這個容積調整以後 這個有這個公營住宅的戶數進去估計大概有三千九百人 所以調整以後未來大人的人口數是以 如果是以八千一百七十八人來做一個評估的話 那公園的部分我們在試算以後其實他雖然還是平均一個人 大概享有這個一點九五平方公尺是比較低 但是還是高於新義區的這個全區的這個公園面積 那另外當然我們會剛才有提到我們盡量 未來在基地設計的時候 北側的部分我們盡量留這個開放空間 所以我們有初步算了一下 我們約可以提供大概1.7公頃的這個法定空間 那這個其實也可以作為民眾這個休閒地區的這個防災的用途 那另外在這個學校的部分的評估的話 國小的部分他的學區是福德國小 那經過試算以後他的平均每升大概未來是到這個十三點四五平方公尺 雖然比原來的十六點三八平方公尺略低 但是他也是高於這個步班的這個標準 步班的標準是每平方每升擁有這個十二平方公尺 那國中的部分這個學區的是在這個流工國中 那目前學任人數是1026人 那未來加入了這個公營住宅以後 每升的這個校地服務水準大概是十九點一七平方公尺 那也高於這個步班的這個標準是十四點三平方公尺 那另外就是民眾也有疑慮就是有關這個地質以及這個斷層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為了我們為了求這個慎重 其實也特別發行給這個經濟部的中央地調所 那經濟部中央地調所在這個三月28號也回函說 這個新一區目前並沒有發現這個活動斷層 那不過因為考量這個基地還是相對的敏感 所以未來市府在開發的時候也會依照這個地質法的相關規定 做相關的評估跟調查 然後確認這個安全無餘的情況下 然後另外透過這個建築的這個工程的補強 來提高這個這個墻建築物的安全結構 那第六個在樹木保護的部分 其實未來市府也會依照樹保的相關規例做相關的審查 那未來配置也盡量能保留這個 這個這些老樹在基地裡面生存 然後盡量不影響這個地區的這個綠的這個部分 那在這個民眾也有關心就是這個量體 它影響到周邊的過大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周邊的這個住宅社區 它的開放空間跟日照權的部分 那其實原來我們在95年的這個都市計畫的都市設計準則規定的話 在北側跟東西兩側的部分大概只有留5公尺到10公尺 那經過我們重新檢討之後 目前北側的部分可以退到這個這個20公尺 然後另外在這個街角的部分流設這個廣場市的開放空間 等一下 然後西側的部分是這個福德街八的市場也是15公尺 那經過我們這個考量這個區內的這個老樹 然後重新檢討以後 北側的部分是退20公尺 那東西兩側是各退15公尺 那另外在這個四周的街角 另外在流設廣場市的開放空間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做了一個全區性的檢討 盡量能讓這個量體往中間來做一個流設 然後減少對周邊這個住宅社區的一個日照權的影響 那另外當然配合這個公園以及開放空間的系統 以及區內這個道路可以作為地區未來這個防救災的一個系統 那接下來我們也針對了這個流設的開放空間 做一些側面的一個示意讓民眾比較有感 就是說像這個是以北側林口街八十巷為例 他是退20公尺 那未來的話其實可以配置像包含八公尺的人行步道 以及這個七公尺的這個綠帶空間 還有三公尺的這個自行車道 還有其他的這個設施帶植栽的部分 其實他呈現的空間感 就是大家可以想像右邊有照片是在這個我們信義區的這個部分 那他其實呈現一個比較開闊的一個開放空間以及人行系統 那減少對於這個周邊地區因為量體過高的這個壓迫感 那接下來兩張請委員參考 他是在東西兩側的部分我們也做了一些模擬 是15公尺的部分 對對 這是退縮的部分 20 對對 這個部分是不包含道路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有去呃未來的整個行程 興建完以後的整個呃讓大家的這個意象或是感覺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這個成功國宅的部分 他是在大安區 那他的面 基地面積大概是4.78公頃 然後戶數大概是2500戶 那他當時候也是採取一個大街坡的一個規劃構想 然後降低這個建幣率 雖然樓高有大概17跟19樓 大概跟我們廣池未來 開發的樓層高度差不多 不過他是也是透過這個盡量留設這個開放空間跟空地 然後形成一個地區的一個林立廣場 然後減低這個高層建築產生的這個壓迫感 那接下來針對開發的方式 那其實開發方式的部分要特別說明是原來在95年的都市計畫 其實他是為了保留計畫的彈性 其實他規範了大概幾種的開發模式 包含了這個設定地上權以及這個BOT的部分 那當然也包含了這個本府來由編列預算自行來開閉 只是當時候是市府是採取其中一個是以BOT的方式來做一個處理 那未來因為這個未來的部分 市府將就會循這個編列預算的部分來做各分區的開發 那應否進行環評的部分 因為之前他是一個BOT的部分 那經過環保主管機關認定說他的規模有超過環評的規模 有跑掉 那不過這部分後續市府這個部分當然是依照相關環保的法令 而該環評的部分